有太人的智慧全世界有目共睹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 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 里面的战士不仅促使其培养出众多的军事人才 还鼓励以色列人设计出了许多先进的武器 梅卡瓦坦克就是以色列自主研制生产的一种主战坦克 卓越的性能和变态的安全指数 让它成为以色列参加战争最多的坦克 如今梅卡瓦坦克已经发展到第四代 改进了螺旋弹簧悬挂装置和1500马力发动机 不仅能让它保持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还能有相对舒适的乘坐性 梅卡瓦上还装备了有46台电脑和数十个传感器 这将让它能够第一次射击的命中率达到90% 新的梅卡瓦坦克能够在没有机组人员参与的情况下 第一炮采用自动开火模式并击中目标 先进的车长指挥系统可以让坦克内的计算机 可以与其他坦克的互通 并向指挥官提供必要的信息 和其他坦克不同的是 为了保护以色列士兵安全 梅卡瓦设计时将防护能力的重要性 放在了火力和机动力的前面 为了提高防护力 设计者不惜调动了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 坦克总重高达70吨 但炮塔设计很隐蔽 趁尖嘴壮 证明面积很小 这样的设计也极大的降低了炮塔的重弹率 又扩展了车内空间 发动机前置来增加成员的防护空间 弹药处放在炮塔以下 车体后部的看高热弹药箱内 减少被引爆的危险 弹药和易燃液体与组员还隔着一段距离 即使坦克被击中 坦克兵也有很大生存几率 坦克兵可以迅速从面向后方的逃生窗口逃出 正是这些实用的设计 让它伴随以军攻城略队的同时 得以享誉世界 成为以色列最引以为傲的坦克